3月23日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预览了其独创号直升机 在火星上的里程碑式飞行计划 这将是飞机首次在另一个星球上飞行 在美国宇航局位于加州帕萨迪纳的 喷气推进实验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表示 独创号的发射将是历时6年的艰难旅程的结束 2月18日 独创号与美国宇航局的 伊丽号漫游者登陆火星 伊丽号正在这颗红色星球上 寻找古代微生物生命的踪迹 美国宇航局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伊丽号目前正在前往火星上的一个机场 它将部署独创号 直升飞机的第一次飞行 将在4月8日之后的某个时刻进行 这是一项复杂的部署和充电的计划 大约需要6个地球日 这架中4磅的直升机 有两个4英尺的反向旋转叶片 顶部有一块太阳能电池板提供动力 它将在火星上飞行31个地球日 或者30个火星太阳 独创号携带了一段火星飞行的历史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表示 这架小型直升机上 有一块莱特兄弟飞行器机翼上的布料 1903年 莱特兄弟的飞行器 在地球上进行了首次受控飞行 在这颗红色星球上飞行 面临着重大的工程挑战 因为火星的重力很低 而且它的大气层密度 只有地球的1% 独创号将不断地拍摄火星表面的照片 来确定它的位置 并且执行美国宇航局工程师 从地球上指挥它的指令 Ingenuity will open new possibilities and will spark questions for the future about what we could accomplish with an aerial explorer Could we image areas not visible from space or that a rover couldn't reach like shadowed craters with seasonal water flow Could a helicopter scout ahead for rovers and help plot the most efficient course for the best science Could we support future human missions with aerial capabilities With aerial capabilities And we'll see you next time